你看到白髮,你幫我拔掉它 最近出了很多 李姐,這白頭髮不能亂拔 你沒聽人說嗎? 拔一根長絲根,越拔越多 我不怕告訴你 你也知道我有個女兒 是呀 今年本科畢業,她還要考研 她說要考研,我告訴你 反正在家裡也不指望你 賺點錢回家養家 關鍵,你一定要拿著你的婚姻大事 25歲,你已經結婚了 但她把我的懷疑變瘋 又要顧著出去玩 你是不是氣死我? 李姐,你真是紫色 長得這麼年輕 你真的要多玩兩年嗎? 我女兒是青春年華 正當年 家裡的家庭也不錯,是嗎? 有讀的是名牌大學 你說找個燈對的好男孩 也比較容易 我聽你這麼說 也覺得有點道理 所以我就叫親戚朋友 去幫她介紹 你知道吧,熟人介紹是根根底 是嗎?是呀… 對了,翠熊 你已經開發囊了,見得人多 你幫我留意一下 有沒有優秀的男孩介紹給她 如果成功,我發封大禮事給你 李姐,你真是蛋糕 姐…你真是說得對 你是我們老顧客 你的事等於我們的事 你放心,包我們身上 你不要看我們小店 在廣州多少有些名氣 特別是廣州有些上層人士 很喜歡過來光顧 是嗎? 當然了 沒錯…我想找廣州當地 沒有 幫忙多留下 沒問題… 這件事放在我們身上,好嗎? 那就好了… 皇帝,麻煩你幫我幹點活行不行 別整天盯著手機了 那收好的碗都在那兒放著還沒洗呢 這洗衣機裡的衣服還沒人亮呢 幫我幹點活呀 你吵甚麼呢?我正在找大紅包 我…我正在找個優質男仔 不再找了吧 大大,你還真的想賺那理姐的那點介紹費呀 你的話法,有錢不賺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甚麼家底的 後果我和你的那張床加在一起呀 萬一真的成功了的話 果風麗事真是豐厚啦 你已經那麼容易了 人家的條件是啥 又要廣州的,又得年齡相當的 還得家境好的 咱上哪去找這麼優質資源的人給他呀 要有牙齒自己流 真是 老婆,坐… 甚麼 快點… 你已經姓夢中人 自己…自己人 自己人? 以水不流別人田,天佑 天佑? 算吧,廣州仔,是嗎? 西關有大屋,家底不差,是嗎? 還有甚麼?主要性格好 好啊,這些事不要做字 有空就找個香蘭姐 跟她聊聊天 看看她甚麼心情 聽你這麼說,好像也是那麼回事 小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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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咋這麼有空呢 好事唄 你這有啥好事 還不是到第一時間想著你嗎 博菜呢 幫你 行 我跟您說 我跟悠悠呀 無色了個好閨女 你到時跟悠悠說一聲 安排她倆見個面唄 她兒子才多大呀 不著急 咋不著急呀 你可不知道啊 現在這年輕人啊 那要不然就是好早就結婚了 要不然就拖到一把年紀也不結婚 那咋 你是想等著悠悠再等多個十來年才娶媳 沒那麼誇張嗎 再說了 這男孩晚點結婚也沒啥 你看看你這撈死香 這咋沒啥呀 這男孩晚點結婚 跟女孩晚點結婚 那不是一樣的嗎 你到時候再想找個年輕點的 漂亮點的 那除非你這個男的是 事業有成又前途無量 再加上你還得保養得好啊 反正你好好考慮考慮 你想明白了就來找啊 按跟你說 這次那閨女真不錯啊 你看人家廣州人 然後又是名牌大學畢業的 家裡有房有車的 人家啥也不圖呀 人不就是想找個 知冷知熱會疼人的嗎 看著咱家又有多合適啊 知冷知熱的 兒子談過戀愛沒有啊 要不來 兒子 來吃點水果 往這兒啊 多講媽 那個兒子 媽問你個事啊 你在大學的時候談過戀愛嗎 沒有啊 我一直都認真讀書的 那沒有對哪個女孩動過心啊 哪夠膽呢 當時我都沒賺錢 只能靠家裡 你們給我一點錢 我 我怕過兒不去 所以都是自己賺錢之後 再拍拖安樂點 你這傻孩子 人家現在女孩不看那些 人家都是爹媽熟悉的 很大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是不是應該學學 咋談戀愛 咋哄女孩 媽 如果心有靈犀的話 就不需要探望了 需要天天探望那些女孩 都不是我喜歡的女孩 我自己會做的 兒子 畢竟你沒拍過拖 行了 我自己會做的 媽媽做的睡覺晚安 兒子 媽 你翠弘怡 你介紹給女孩 去見見唄 見面又不吃虧 看看有沒有演員好吧 又不是讓你馬上就跟她結婚 你知道吧 你要多接觸女孩 你接觸女孩 才能了解女孩的 接女孩的心思 她到了家來的 兒子 這個媽呢 也是為了你好 媽也不會 隨便就給你介紹給女孩的 你知道吧 嗯 那個談戀愛吧 她也是需要練習的 你知不知道你 也快二十五了 你再這麼下去 等你到三十五 等你到三十五的時候啊 那好女孩怎麼 好女孩可能就找不著了 你聽媽說 你聽媽說了沒啊 聽了聽了 犯法好了 但是家裡沒事 我是買個鞋子 你知道嗎 你幫我看著 你幫我看著 醬油昨天才買的嗎 這孩子真是 你聽不見 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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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你吃吧 好 借我一下 我抹過的 聽不見 聽不見 你把眼睛跟他說嘛 這都是為了他好 這談戀愛又不會少快 我都幹嘛不去吃啊 是啊老婆 如果拍拖呢 男生當然要付出的了 就算被人割太肉 有什麼所謂呢 你懂什麼呀 你跟他說 說呀 好好好 兒子 你媽呢 其實是為你好的 是嗎 又不是真的割離婚衣服 你為什麼不試試呢 那為什麼我什麼事 你都要幫我安排呢 好煩 不吃了 喂 看見了沒看 這戀愛都不談了 將來怎麼結婚呢 老婆你真的不用這麼心急啊 你想想 我和你結婚的時候 餓了四張東西 不一樣找到你這麼好的老婆 那不同啊 那現在時代不同了呀 現在那大都是女孩個個 眼光高 精明能幹的 就像在兒子這種 這種 一般的條件吧 我怕他如果 不學著談戀愛 將來可能就打光棍了 我們兒子什麼條件 他什麼條件 大伯,你別這麼緊張 我覺得你老婆說得有道理 你不相信嗎 你不相信問問我那兩個妹妹 那… 好,我看到他們就問 冰冰,議員 有件事想問問你們 什麼事… 如果你們找男朋友 想要什麼條件呢 高大英俊,懂得賺錢 還要疼我 最好知書識禮 知識分子家庭 還要人英俊 幽默的風趣 還有,一定要懂得照顧 這麼高要求 看偶像劇看得多 你怎麼看 什麼,這些只是正常要求 如果我們連這些要求都沒有 到時候那些烏鷹蟑螂都會生氣 我們倆豈不是空氣 對 Aman,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廣州本地的男生 大學本科畢業 很有象心精神 孝順父母 為人老老實實 你們怎麼看 為人老老實實 即是不解風情 即是說話比較直男 是嗎 那差不多 這樣啊 那他有沒有房子 要不要跟他父母同住 暫時沒有房子 還是要跟父母同住 這樣啊 那問水 不用說什麼,當然沒有 對,廣州本地人沒有房子 很麻煩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懂哄女生 他好像什麼都給不到女生 連情緒價值都提供不到 等等… 等等… 明白了… 好,做事了… 兒子…出去見一下人 你不要經常對著這些瓜瓜菜菜 對得久 你也會變成蕃薯一樣 對呀 你說你要是將來打光棍 那以後該怎麼辦呢 是呀 行…見見見 真的嗎 你好,天佑是嗎 是 你很餓嗎 不是…這個蛋糕挺好吃的 我幫你多點一個 不用…我正在減肥 對呀 你一杯豬肥就可以了 麻煩你一杯豬肥 甚麼 其實我是我媽媽逼你的 她哄哄嗦的,我又受不了 如果你介意的話… 不介意… 其實我也是我媽媽逼我過來的 她們很煩的 我跟你說 本來我在家裡煮菜 不知為何她們突然覺得 我好像無法葬妻 再加上我爸爸 每天都在我耳朵邊 暗暗… 很恐怖 那她們擔心未必多餘 不是,我是說她們擔心多餘 你這麼可愛 有甚麼可能無法葬妻 對吧 真的嗎 那我可以專心煮我的菜 我也想專心考驗 對,談戀愛,談戀愛 我又不是很緊 既然是媽媽逼的 大家和別人相連 不如這樣吧 我們做個朋友吧 好啊 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 以後你有甚麼需要我幫忙 儘管說吧 好的,謝謝 來… 好的,乾杯 兒子,回來了 怎樣 甚麼怎樣 你跟人女孩聊得怎樣 人女孩對你印象怎樣 給我啊 是不是真的 你別懵啊 那,你直接來 女孩有你逛街啦 那個真好 到時候你好好表現啊 那啥 喂,媽 你是不是請你親門餅啊 你跟人女孩逛街 那出去買個奶茶呀 買個零食啥的 你要掏錢的 媽,她自己有錢的 而且是她叫我陪她逛街 肯定她給錢啦 難道要我給嗎 這傻孩子 出去逛街哪有讓人女孩掏錢的 你出去啊,記得要大方啊 別跟人斤斤計較 那人家 比方說人家女孩看好一條裙子 她問你意見的時候 你應該咋說 那,這裡有飯的,你自己看吧 這傻孩子 這跟你爹一模一樣 你應該說好看 而且你要分三個方面去跨她 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 我自己收拾了 她喜歡吃蛋糕 我去幫她做蛋糕試吃 好… 那你好好發揮吧 出來逛街 你穿這雙高跟鞋不累嗎 不如換一雙球鞋吧 不行 我出來逛街 就是為了這雙高跟鞋 買衣服買裙子 打一雙高跟鞋 吸引不了她注意的 誰呀? 沒事…我們走吧 走吧 太好了 逛街走得又累又累 真是麻煩你 我請你吃自助餐吧 好,反正我現在又不用上班 又有空 但可以不吃自助餐嗎 可以的,那你想吃甚麼 我想去探店 我知道有一間新開的粵菜館 做心派粵菜 我想試試它的手勢 可以吧 你是喜歡煮菜的吧 沒問題,你戴上去吧 怎麼眼圈黑黑的 你看看 可能是太熱的妝花 你幫我拿著先去洗手間 我聽說那間店很好吃 好,那我們現在去探店吧 這個給你 這樣吹會不會涼爽一點 妝就不會花了 你太擔心了吧,謝謝 大家是朋友而已 對呀,你待會幫我嘗嘗我做的蛋糕 給我一點意見 好呀,那我買的了 你進去吧 兒子回來了 怎樣怎樣 跟爸說說 好嗎 我吃得很飽 讓我喝杯茶 好…媽剛沖的 假樣 看女孩逛街了 那你有沒有給人買甚麼東西 買了 我買了一杯奶茶給她 這就對了 還有啥好玩的事跟媽說說 那女孩有沒有買衣服 有沒有問你意見 買了 不過她都是自己買自己的 也沒有問我意見 那也是 那人家的眼光啊 應該比你強 不用問你 不過呢,有件事很搞笑 她今天下午熱到 妝全部花了 眼圈全部出來了 如果不然我提醒她 她出街要被人笑了 不錯呀,兒子 還知道提醒人家 你怎麼提醒她的 我不是跟她說嗎 媽媽,你兩隻眼黑黑的 你…你怎麼這麼說 你…你這樣說 人家孩子會很尷尬的嗎 你應該把她 不經意帶到一個鏡子面前 誰不就知道了嗎 不用這麼麻煩的 你這孩子真是 媽媽早就跟你說了 這談戀愛是要學的 連哄女孩都不會 那以後怎麼找女朋友啊 你老這麼直來直去的 哪個女孩願意跟你待一塊兒 天佑呀,你有沒有空 我有件心事想跟你聊一下 去去去去 去呀去呀 那個媽剛才 那話你就當媽沒說過 女孩開心聽人話 知道,那我先回房間 好… 天佑呀 好… 李姐 不是最近頭髮看上去 好像白頭髮少了不少嗎 是啊 因為呀 我女兒這陣子 就生性了很多啊 好… 她主動追求幸福啊 是嗎 是不是很接受給你的那個天佑呀 不是… 是她獨研究生的一個師兄啊 我告訴你了 原來她是禁戀她的師兄啊 是嗎 前幾天她還主動跟師兄表白 是呀 對了 是天佑…天佑給她信心的 天佑給她勇氣的 是啊 天佑 是啊 她成功之後呢 她就回來跟我說 她說呢 她師兄呢 是外省人來的 問我同不同意啊 哎呀 真是傻女來的 如果外省人 肯能在廣州的話 那我怎麼會不同意呢 是不是呀 那… 那… 恭喜你啦 不是吧 你說這個傻小的 他… 行行行 俺知道了 最后謝謝啊 什麼事啊老婆 悠悠 康天佑 哎呀 哎呀 什麼事這麼嚴重的 我叫我全名啊 你過來坐下 你說你跟人相親 人的女孩咋跟別人拍拖去了 你不是說人家對你印象很好 還願意跟你說心裡話 難不成你… 你是人家的備份人選啊 哎呀 我跟她只不過是朋友而已嘛 我從頭到尾都沒說過我喜歡她 媽媽 是你叫我要哄女孩開心的嘛 她現在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 不知道多開心 不然你… 老婆 我好像聽明白了 話說回來 這件事真的不怪得我們的兒子 你想想那個女孩 已經有男朋友了 還出來拍拖 擺明是玩笑的 幸好兒子沒跟他拍拖 如果不是 受傷那個可能就是我們的兒子 那…這個就算了 但是她以後還是應該學習談戀愛的 那以後碰見自己喜歡的 她還是不會…她只不過還得慌 媽媽,你誤會了 沒誤會 你等著 找個人給你好好上課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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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